今天是4月6号,清明节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,现在是午间。 那么A股上午的走势非常明显,走得有点犹豫不决, 同时跟节前的走势呈现出反向的波动, 也就是说核心资产出现普遍的回调。 但与此同时,市场的氛围还算是多头足的, 体现在个股的涨跌比上面,明显的是涨多跌少。 也就是说五间收盘来讲,核心的指数都是下跌的, 互4、深4的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,这些都是下跌的。 但是市场情绪分还是在5分以上,是在5.3分, 这显然是一个中等以上的一个水平。 而个股的涨跌比也维持5比3, 这样一个明显领先的一个状态。 说明什么呢? 说明今天是指标股普遍的出现调整,压制了指数。 但是场内炒作个股的活跃度还是比较强的, 所以呈现出来就是指标股带动指数的下行。 而个股出现了普遍的反弹, 局部的炒作还是比较的热烈。 就是场内的这个现象。 那么这个现象的出现的原因, 我觉得主要呢,一个是在节前市场反弹的时候, 当时呢,是以核心品种的连续反弹为主要特征, 累计了一定的涨幅。 特别是呢,在港股休市的那天, 那A股的核心资产呢,是进一步上涨。 那今天呢,是这个跟港股没有联动, 但明天呢,就会复牌。 就会有一点担心的来自北向啊, 来自海外的这种泡盘压力。 所以市场的转向,转向了小盘股的炒作。 第二个呢,就是在这轮调整当中呢, 市场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歧, 就是说市场的后续的热点, 究竟是在核心品种上面, 还是说市场呢,需要另批激进, 就是经历过大的调整的品种, 会被冷藏,会被放一段时间, 然后呢,炒作呢,新的一些热点。 这个呢,是市场呢,在这个时候啊, 需要呢,面对的一个问题。 那第三一个呢,就是A股的这些, 这些呢,这个巴的这部分股票, 里头呢,其实称赤不齐, 有一些呢,也不错, 有一些呢,也超跌,有反弹的一个要求。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, 特别是呢,围绕了年报和季报, 加上了超跌, 再加热点的一种轮动, 它是有表现机会的, 这是这个板块上面的一个差异性。 那么从上午呢, 整个呢,成交情况来讲, 中规中矩, 两市合计成交4290亿左右, 应该说是一个温和的一个成交量, 没有放量,也没有明显的缩量。 第二一个呢,因为涨跌比, 还是保持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, 说明了美股的上涨多多少少呢, 对A股呢,有点积极的一个影响, 表现在呢,市场的人气, 还是愿意吵一吵。 但是呢,指标股的这个回调, 对市场的氛围呢, 是有压制作用的, 或者对部分投资者的情绪, 是会有影响的。 那么指标股的回调呢, 主要的原因, 主要的原因呢, 刚才讲了, 还是呢,因为节前, 就是这个牛年的开局, 暴跌, 然后呢,在清明节小长期之前呢, 有个小的一个修复, 这个修复呢, 呈现出来呢, 就是可上可下, 一个呢, 是可以进一步向上, 突然空间, 另外呢, 它也存在呢, 就是回彩, 憨实, 这样一个基础。 那么稳定下来呢, 还是要看这个A股跟港股联动之后, 就所谓的北降资金参与进来之后, 市场的合理, 究竟在什么地方, 我觉得这个呢, 才会给出更为清晰的这个走势。 那么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讲, 外围, 外围呢, 是符合我们原来的一个推算, 就是美股呢, 确实在当下这个环境底下, 它还是会保持相对强势。 主要是拜登政府, 还是需要呢, 讨好华尔街和讨好这个美国老百姓, 会推出呢, 比较多的刺激政策, 这样呢, 会维持呢美股的一个强势, 美股的一个活跃, 就是这个东方不亮, 西方亮, 总之呢, 就是需要呢, 维持一个活跃的一个状态。 那么这些国内, 国内呢, 我觉得是没有特别大的理由, 去做全面的做空, 我觉得这个呢, 应该是不存在这个理由的。 从国内的情况来讲呢, 它也需要维护整个市场的一个活跃度, 维护呢这轮疫情之后, 经济的一个修复。 至于说厂内的资金, 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, 选择什么样的品种去做, 我觉得这是有偶然性的, 这是有偶然性的。 这个通常来讲呢, 它是要借助事件的影响, 通常来讲呢, 它也要考虑呢, 市场的一个参与的一个状况。 另外呢, 做盘的时候呢, 还是有一个问题, 就是所谓的混沌理论所讲的, 这个水碗, 低出流, 这个股市, 涨跌呢, 会沿着阻力小的方向去前行。 所以市场有时候呢, 这个阶段这么一个表现, 就是它有这个条件, 比如说像今天, 那么一些小盘股, 稍微活跃一点呢, 也很正常, 因为累计的跌幅很大, 在相对低位呢, 有一点横盘整理, 然后成交量呢, 已经明显的萎缩, 那你不能说厂内, 它是没有资金, 就是说所谓的主力资金参与的, 它是可以有的, 那么实际有了, 核心资产呢, 这个出现回调, 那么它就出来表现一下, 很正常, 这个很正常, 然后呢, 从核心资产的角度来讲呢, 今天是一个联动的一个走低, 普遍的一个走低, 从开盘的时候呢, 我们看茅台, 茅台呢, 在上周五大涨了, 将近百分之六, 但今天呢, 开盘以后的走势呢, 就是一个回调走势, 跌了这个百分之二左右, 那茅台这个回调呢, 我觉得是跟它整体的表现, 已经转弱有一定的关系, 就是它现在处在一种, 大股下跌之后的一个反弹修复, 那么这个过程里头呢, 投资者呢, 都是会比较犹豫的, 比较犹豫的, 如果走弱, 追涨的意愿呢, 就不强, 甚至反手, 兑现收益, 就会呢, 占据一定的这个上风, 这是呢, 可以摇摆的, 另外今天呢, 我们看核心资产呢, 是普遍的出现下跌, 只有极少数, 比如说像性能源方向里头的, 有点题材的, 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走势, 其他的核心资产里面呢, 基本上都是回调, 那么在回调里头呢, 又尤其以这个食品饮料, 以餐饮理由, 这个呢, 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, 其实如果说单看清明节, 我觉得清明节呢, 整个旅游活动的一个恢复呢, 还是不错的, 老百姓呢, 还是愿意出来, 愿意出来, 因为现在毕竟国内呢, 疫情还是很好的一个控制, 疫苗呢, 也正在打, 老百姓呢, 也这个所谓的, 这个没出来呢, 这么长时间, 所以看各地呢, 旅游是活跃的, 但是呢, 从今天盘面上面来讲呢, 这个旅游股, 食品饮料这些, 又出现了一个回调的走势, 说明市场呢, 还是非常的, 这个谨慎, 非常的谨慎, 这是第一点, 就是说, 长假回来之后呢, 市场所在一个特定的一个阶段, 有一个呢, 跟港股对接的一个问题, 节前, 权重股, 核心资产呢, 表现得比较活跃, 节后, 大家呢, 有种观望情绪, 追涨依然不强, 稍微要呢, 忍一下, 等一下, 这是第一个状况, 我先澄清, 好, 好,